你们相信一个认识两个月的人就可以在你身上花费400万吗 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 以前啊 我在电视上看他 曾经那是一个叛逆少年 放在大山里感受生活上的巨大差异 年少时期的肆意妄为 好像是一面镜子映射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像大家一样 觉得这么一个年少就上过电视 成年后还是网红的人定然家境嫌疚 其实不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阿姨的事业也并非如意 但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把悠悠从大山里带出来 成年的他也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妹妹 这份大意 足以支撑他们现在的富足 而我们的相识 连于汽车 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我们能成为朋友 也没想到那天夜里突然的信息 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老粉 更没想到一个跳阶段 玩到了豪华车的男孩 会回头去触碰记忆里的玩具 他告诉我 他很后悔卖掉妈妈的第一台性能车 现在有能力了 希望找回失去的回忆 就这样 一台GTI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们没日没夜的探讨着 这台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告诉他 你要守住秘密 我来落实你想给妈妈的惊奇 却没想到他像个孩子一样 透露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所以阿姨知道了这件事 好在现在方案没有落地 反倒是增加了更多的期待和惊喜 我老婆说我和他在一起 更像是他叔叔 而他真的像个大男孩一样 哎呀 从沿途都这么睡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无厘头的事情 幼稚就又乐在其中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像相识多年的老友分享着玩车的点提 我也不知道是我有足够的魔力 还是只是他自己愿意 GTI3RS也通过我成为了他的代步工具 我清晰的记得他见到车第一眼的表情 而我在扮演了角色 像是他玩车途中的兄弟 更像是重拾自己的过去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